话题 第一个如果我希望把什么呢 底下这个橘色改成 比如说你希望做个耶旦 耶旦节 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地方都在庆祝 那如果你希望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贺卡 或者诸如此类的 放在你的那个FB里面 而且这是你自己做的话 那感觉又不太一样 因为绝对不会有人跟你重复 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先把它选起来 再利用什么呢 前面讲过的编辑里面的填满 就可以了 那首先当然你可能会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何去做什么呢 选取的动作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不外乎有几个 前面我们有做过嘛 你可以用魔术棒工具 你可以用快速选取工具都可以 就是选 比如说我希望把什么 把这个颜色变颜色 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是快速选取或魔术棒 那比如说这个颜色都一样 我习惯用魔术棒 点它一下 这个区块就选到了 有没有 那所谓的魔术棒就是说你点它的同样的颜色 它会帮你把它选起来 那当然你要取消选取 这边有个所谓的取消选取 如果你要换成那个快速选取可不可以 其实快速选取它的道理也相近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还是可以帮你选 可是有的时候你点一下 它没办法整个扩大 然后你可以把它再改一下 当然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你用什么 套索工具 那当然如果说你用 再把它取消选取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上面有个举行选取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问题 举行选取它有个缺点 就是可能没办法选到100% 或有那个线 没办法说100%把它选到 所以选取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甚至呢 前面好像我们用宋春还记得吧 按右键有没有 选取像素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所以选取的方式这么多种 那你就选一个 你觉得习惯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编辑里面有个填满 还记得吧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其他的填满 建成填满这边有讲过啦 不过如果你只要简单填一个颜色的话 那你这边可以选择什么 内容里面选颜色 那你就挑一个颜色吧 看你比较喜欢 也不要完完全就红 你可以接近的一个一个红色好了 类似 那有没有这个颜色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再按一个确定 颜色就填上去了 那填完之后记得 把那个选取区域怎么样 把它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那它将来做的所有的 比如说包含滤镜的效果啦 等等的 都只会针对这个选取区域做动作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把它取消一下 再来就做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有做一个滤镜 滤镜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扭转 我刚才记得了 那扭转我们本来是这个方向 那你可以改个方向嘛 OK逆时针看看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你这个效果你也可以不一定说 Ctrl Auto自己下 你也不一定说要把它做成999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效果太多了 那我需要少一点点 大概只要一点点的这样的效果 其实大概600多 大概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自己试情况 去把它做一个扭转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做了扭转之后风吹过的效果 所以滤镜里面一样 风格化里面有个风洞 那这个地方风洞的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 本来是从左边 你可以从右边 那如果是强烈 甚至你可以用摇晃 不过摇晃做出来 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怪一点点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摇晃变成像这样的效果 那它前面题目里面也是做两次 也许你这个地方也可以 比如说第一次摇晃 第二次用强烈 诸如此类的 把它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就可以颜色换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做个变化 那再来就是说底色的部分 底下这一张图 因为原来是长这样的 那底下这一张图 当然你也可以去网路上找 找找看 也许这个绿晶箱你觉得不喜欢 你可以换一张 看耶诞红吧 或者是说等等的类似的 尺寸记得 它这一张图的尺寸 它这边预设是公分 不过我前面讲过 请你把它怎么样 单位记得 一定要改成所谓的那个 这个有一个像素 因为一般我们在 比如说要跟 就是说呢 客户 或者是 讨论的时候 通常你的这张图大小 没有人用公分的 一定都是用像素 所以如果你 如果问 这张图多大多小 通常用像素 当成单位 你不要用公分或英寸 这样会让人家听得出来 你是外行人 OK 一定是像素 像这一张是640x64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就网路上抓一张图 那可是它不是640x640 怎么办 那你记得 你那一张图呢 那就是要怎么样 把它改成640x640 那这个说 当然就是 有可能 需要做一些 大小的调整 记得 如果说它本来 比如说它影像的大小 影像尺寸呢 假如不是640x640 比如说它是1280x1280 像这样子尺寸好了 这么大张 你可以看 这个右下 这个左下角这边就尺寸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尺寸 稍微调一下 那调的方式的话 当然就是从影像 影像里面的大小 你再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就 把它改成640x640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如果宽跟高不一样的话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利用那个宽 这边 除了影像里面的影像尺寸 另外一个板面尺寸 你也可以透过板面尺寸 去做一个放大缩小 OK 这个地方大概自己再去把它 做一个修改 那就把这张图怎么样 把它放到那个 我们刚刚这张 Ctrl A C 或者其实除了Ctrl A C之外 你也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图层 两种方法都可以 然后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刚刚的这一张 PSD02这一张 按个确定 那它会帮我把它怎么样 丢到刚刚PSD02这一张图 可是现在因为它在最上层 所以呢 你把它移到下面 OK 你会发现 它这一张图就跑到下面来 那你在针对它 用滤镜里面的那个 上个礼拜我们是用 用那个模糊里面的那个放射状模糊 那模糊里面当然它是总量最大 那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也许不一定是旋转 上个礼拜用旋转嘛 你可以用缩放 有没有 缩放的感觉 跟旋转的感觉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那它有点是把中间的地方凸显 OK 那再来就是说呢 把字也放过来 字的部分的话呢 还记得这个字 那不过像这个字啊 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字啦 比如说像这个是 这是什么 这个英文 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应勤好了 最好你可以什么 Merry Christmas嘛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打一个Merry Christmas 然后把这个字呢 放过来 描边 应该还记得吧 选取它 怎么选比较快 按右键 选取像素嘛 选完之后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它Ctrl C 在Ctrl V贴到 我们刚刚这地方贴上 然后呢 把图层放到最上面 因为它现在被挡住嘛 所以你这个图层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你在最下面就看不到了 你把它移到最上面 然后把这个字怎么样 做一个描边 你还记得描边吧 描边就是这个图层快点两下 把它的什么呢 这个笔画打勾之后 把它的这个边边颜色改成什么 改成白色的 当然呢 你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 这个它的尺寸这边可以出现大小 但如果你不要是白色的话 你可以改成 比如说你希望有点黄色的效果 有没有 黄色效果就出来了 那至于它的那个什么呢 边边有没有 它这个大小有没有 你可以做出这么多的效果 有没有 你可以把这个视窗移到旁边看一下 主要关键是在 这个笔画上面 然后颜色跟这个像素 改完之后就长得像这边的效果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你也可以怎么样 自己用文字工具 打字 可能不要是像这个里面 它给我们的词 你如果说你要针对什么 针对耶诞节 那你可以什么 Merry Christmas 你打一个Merry Christmas的词 然后在上面 然后有点是 做一个简单的变化题吧 也许做个贺卡之类的 我想 那至于刚刚同学问到说 变化到什么程度 其实就量力而为 如果说你的能力可以的话 我建议你就多多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集的话 就是把上个礼拜的那个204部分 再做一个完全不同的 其实基本上的那个做法 其实是相近的 只是说我们换了一个方式 去诠释这一张的图 那你会发现 一样的材料 可是因为你的创意不一样 你的设计的概念不一样 其实你会发现 你做出来的图 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 这个其实就是设计 就是设计的工作 设计工作其实 很多时候都没有标准答案 有没有 你说你有时候问我说 这个有的说创意到底要是 创创创创造出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呢 你每个人做出来 想要的这个 就是做法 不一样的话 做出来效果 当然也会截然不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或许你也可以 比如说自己再加上一个迷路 加上一个耶诞老公 当然不反对 当然如果你不一定是 做耶诞节 你也可以做什么 跨年烟火等等 其实都可以 那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 然后这一题就是204的变化题 当然如果你做一个意犹未尽 你可以多一个以上 当然也不反对 这个我前面讲过 你如果想要 在你的作业成绩加点分数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 做一点变化题